雪龙地区一直是新冠疫情的黑区 从今年第三波疫情爆发到现在 情况可以说没有好转 那么今天雪龙两地加起来的确诊病例 就占了全国总确诊的40% 有8714宗 那么除了在职场跟工业区引爆的感染群之外 雪州的社区感染情况也同样严重 雪州市拉阳五级一打慢 在过去两个星期 有五座祖务区就传出超过200宗确诊 同时也有超过10人死亡 雪拉阳市议员同时也是白沙罗消毒行动队协调员的余申恩 也多次跟行动队去到现场消毒 那么根据他的了解 在五级一打慢的部分祖务区并没有管理层 所以没有正式统计过当地的疫情数据 那么至于在祖务区内的居家隔离人数 确诊人数以及死亡病例 通通都是透过嘴巴去问了之后才知道的 所以他就相信真正的确诊和死亡数字 会比现在公布的还要更高 那为了趋缓当地严重的疫情 消毒行动队在过去几天是再次到现场进行消毒 并透过镜头带大家到现场了解 所谓的消毒行动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这里总共有176个单位 有9个block 过去一些数字显示 这边现在有Active Case 17中 包括3个死亡病例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到这里 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消毒 现在就是要开始进行准备了 雪龙疫情数字高居不下 为了雪州施拉秧的五级伊达曼 部分组屋区的灾情也令人担忧 施拉秧是议员 同时也是白沙罗行动队协调员于圣恩 今天就带着好几名消毒队成员 继续到五级伊达曼进行消毒工作 现在我们在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 因为为了要保护大家的安全 所以我们必须宣传到我们的PPE 等一下我们还要做一些面罩 一切准备就绪后 消毒行动队员也特地抓起手机来拍摄 带大家来看看他们平时怎么完成消毒工作 背着30公斤的消毒器材 还要爬上五楼高的建筑 消毒工作一点都不简单 于是恩也投入 他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出动 到外头进行消毒工作 所以他们自己的防疫工作 也会做好做满 尽可能降低被感染病毒的风险 除了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 会担心 不过我们都做好防范的 但是病毒的东西我们防护生反 所以我不敢说我们不会中 因为我们每一天是冲着病毒而去的 所以希望是说 每一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出去 平平安安的回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家庭 所以我们也希望是说 保护我们自己也好保护自己家人 满村大汗满村大汗 九栋五层楼高的建筑 消毒行动队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才完成全部工作 穿戴着密不透风的防疫装备 PPE 再加上护热的天气 队员们早就闷出了一身汗 这个都很低热 而且又在热热干空下 对于住家范围的疫情日渐严重 居住在这一带组屋区的居民自然很担心 自己每天出入家门 甚至是不出门 也都可能会被感染到病毒 咬住很多个棕 你们不太清楚 只是那个A轴那边有11个 然后清锁后面也是有很多棕 没有什么感触去买东西 这样买了就快快回来咯 又带着口罩面罩 这样就直接买了 就快快回来咯 担心啊 单单我们这边都有鸡蛋咯 下面几个block还有很多 现在看到有人来消毒你的心情怎样 很开心啊 有一点安慰啊 怎样都做点东西就消毒 消毒工作你看不简单啊 也绝对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 所以余申恩跟消毒行动队都希望 不管民众住在什么地方 疫情到底严不严重 都请遵守好防疫SOP 因为就算有人进到社区里面消毒 也不代表病毒就不会再入侵了 因为市面上大多数的消毒药水 其实只能够维持大约四个小时的功效 所以他们希望民众如果没有事的话 就待在家里面 不要到处趴趴走 来减低自己被感染的风险 要不然像这样 一传十 十传百的 最终呢 也会让自己的家人 在病毒面前遭殃呢 最终的一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